美的骑士千万剑 最最最骑听我念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董乐 一个听懂听不懂都要假装懂了的正经女主播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的奇闻榜 第一条 今日粉最难尼 美国人口增长率 创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 人口普查局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新冠疫情期间 大美的的人口增长率 创下了建国以来的最低记录 从2020年7月份 到2021年7月份这一年当中 美国的人口增长了39万2665人 这个增长率仅为0.1% 是历史的新低 另外 这也是1937年以来 大美的年度人口增长 第一次少于100万人 新冠疫情对美国人口增长的打击 是很多方面的 因为新冠疫情死亡的美国人数 高达80万 同时呢 这个新冠疫情还让很多人 推迟生孩子 移民进入美国 也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其实在疫情之前 大美的的人口增长率就连年走低 而新冠疫情更是加剧了这一势头 人口普查局的专家说呀 过去几年 人口的增长一直都很慢 这主要是因为出生率比较低 国际净流入移民减少 以及美国老龄化带来的死亡率上升 另外 美国人口的增长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势头 那就是国际移民人数第一次超过了本土增加人数 去年美国的移民净流入人数大概是24.5万人 而本土人口的净增长只有14.8万人 不过 这个移民净流入人数仍然要大大的低于2019年到2020年的47.7万人 更是低于过去10年的最高值 那就是2015年到2016年的104.9万人 这个原因呢 主要是因为新冠疫情期间跨国旅行实在是限制多多 另外 在2020年到2021年期间 全美33个州人口增长 17个州和首都的人口则有所减少 其中呢 纽约州是人口减少比例最高的州 在过去的一年 人口减少了1.6% 华盛顿DC的人口更是流失了2.9% 加州和伊利诺伊州分别减少了0.7%和0.9% 德州和佛州的人口则分别增长了1.1%和1.0% 第二条 今日粉碎瓦物 特斯拉上架无线充电宝2.0 1万毫安要卖70美金 这特斯拉呀 不光是卖车赚钱 卖周边的产品也是一笔不可小觑的收入呀 近日 特斯拉官网上架了无线充电宝2.0 这款无线充电宝拥有一万毫安的容量 能为所有QI协议的设备进行无线充电 也可以通过Type-C接口进行有线充电 售价是70美金 另外 它还提供了五种配色 对应特斯拉的五种油机 在特斯拉的在线商店里 和电动汽车有关的配件十分受到欢迎 当然 特斯拉还热衷于卖跟电动汽车看起来无关的产品 比如说酒杯 比如说伞等各种周边商品 前不久 在推出特斯拉哨子空酒瓶之后 特斯拉又上架了一批棒球帽 在帽子上也是绣有特斯拉T标或者字母标识 刚才说到的那个特斯拉哨子 之前特斯拉是要卖50美金一支 由此可知呢 特斯拉的周边产品 卖的更多的是品牌的附加值 今年的7月份 特斯拉曾经发布过一份 特斯拉在线商店半年度报告 上面显示 特斯拉在线商店上半年 服务了超过8万名粉丝 覆盖的城市达到了331个 第三条 今日粉最A用 Meta被评为2021年度最差劲的公司 雅虎财经的一项调查显示 在经历了12个月的动荡争议 公众强烈反对 以及全面重塑之后 脸书 也就是现在的Meta 被评为2021年度最差劲的公司 雅虎财经每年都会评选年度最佳公司 微软在2021年的榜单中 位居防守 不过今年呢 雅虎财经也进行了年度最差劲公司的评选 Meta迅速占据了榜首 脸书长期以来一直卷入公众对它用户隐私的担忧之中 今年的10月份 脸书宣布更名为Meta 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元宇宙的未来 重塑品牌也有助于进一步将扎克伯格所关注的未来工作 和脸书目前因为社交平台的运作方式 而受到严格审查区分开来 第四条 今日份最争议 老师让小学生在课堂上扮演希特勒 重演大屠杀的场景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的报道 华盛顿特区公立学校学区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一所小学的一名教职人员 被指让三年级的小学生重演大屠杀事件 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该学区主管部门的一名官员表示 涉事的老师已在上周五被安排休假 正在等待调查 最先报道这一事件的是华盛顿邮报 根据学生的家长公开举报 沃特金斯小学的这名老师 在课上给学生分配了特定的角色 让其中的一名学生来扮演阿道夫希特勒 并指挥学生表演挖掘万人坑 模拟枪击受害者 其中一名学生的家长告诉报纸 他们的孩子还说 这名老师曾经发表过反犹太的言论 根据这名家长的说法 老师要求学生们不要告诉任何人 有关重演大屠杀场景的事情 但是学生们还是将此事举报给了他们的班主任 事件发生以后 三年级学生们与学校的心理健康反应小组见了面 校长在给家长的信中写道 今天早些时候 我们收到了一份报告 说一间教室里的学生 上了一节课 内容包括从不同角度来重演大屠杀 学生们不应该被安排扮演任何实施暴行的角色 特别是涉及种族灭绝和战争 此外 还有人指控 这名教职员工在课堂上发表仇恨言论 这在我们学校是不可接受和不可容忍的 校长没有透露涉事教室的姓名 也没有在信中透露所称的仇恨言论的细节 学区官员对记者表示 这个教学计划没有经过批准 我们真诚的向遭遇这起事件的学生和家长道歉 官员还称 学生们已经得到了学区相关应对小组的支持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的奇闻榜全部内容 刀的刀刀刀 刀必刀 刀完今天 刀明天 我是你们的懂乐 明天的美的奇闻榜 等你来哦 我来 emailed你了 注意 我来音乐 看你了 做什么 我来教设